所以我覺得其實傳福音不要給自己負擔 你只要抱持一個想法 我是交朋友 透過交朋友建立關係 讓我們更多的朋友不是更好嗎 因為人的心我相信都是柔軟的 所以一次 兩次 三次 他就會柔軟 柔軟了之後你再跟他講什麼 其實就都會OK了 他拒絕我一次 兩次 三次 我都覺得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因為如果神真的定義要把福音給這個人 那神終究會自己去做成這件事情 我們在做園藝 都會跟某一個家特別的蠻大的紙摘遠近 那這個老闆娘 我在去進紙摘的時候 我發現她走路一拐一拐的 我就問她說你怎麼了 她就說她整個骨盆的側邊到腿 還有膝蓋整個都在痛 我就按手在她的疼痛的地方 然後阿妹完以後 我就去挑我的紙摘 結果她走路 她才走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的時候 她突然回頭跟我說 我已經好了 都不痛了 感謝主 只要你願意 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福音的出口 其實我不管是買衣服 或者是買一些家庭的採購的 一些生活中的用品 買菜 買水果 買肉 反正我只要接觸到的人 一而再再而三 我覺得就是 就這樣跟她分享神的愛 像比如說熱水器的先生 她來 其實我就關心她 她結婚許多年 沒有小孩 我說那我幫你做祝福打告 好不好 還有那個換裝瓦斯 天然的瓦斯表的先生 跟她這樣做一個 就是講到企業減半這一塊 從這邊的切入的點 最後其實我也把福音跟她分享 因為我們自己本身在 SPA的這個領域裡面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的客人 因為我們主要的服務對象都是女生 那她來到店裡面的時候 其實他們也會很自然而然的 跟我們分享她可能生活中 或者是她的工作上面 家庭中發生的一些事情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在分享的時候 也就可以很自然平常的 就把我在可能在教會裡面 然後在我生命當中 經歷的一些神在我生命中 所做的一些事情 就分享給他們知道 那我平常傳福音 其實也沒有特別 就是只是跟人家聊天 我之前有陪一個客戶 剛好去做車禍的禮陪 那我覺得我做一個比較特別的 就是我身上都會帶著 就是天使禮物盒 這個真的很神奇 我天使禮物盒一拿出來 然後我就遞給了禮陪人員 我放的禮陪人員 還有對方兩個人 我遞了之後他們竟然說 欸你是基督徒喔 然後他說我們也是欸 超神奇的 所以其實在很多的時刻 神都在冥冥當中的幫助 傳福音就是傳遞愛 然後交朋友 交朋友就是要建立關係 就是要花時間陪伴他 跟他一起吃飯 喝咖啡 傳福音隊友來講 其實是很簡單的一件事 就是跟人聊天嘛 那聊著聊著 一定就是會講到自己的近況 那講到近況 其實我就會說 其實我在教會 我覺得現在的人 非常的需要人家關懷 那其實你多一點時間去做傾聽 其實對方就會敞開他的心 他就會滔滔不絕的 講出他的不開心的原因 或是他目前遇到的一些困難 那他的困難也許不是我能夠解決的 我就跟他說 有一個地方能夠解決你的問題 你願不願意去 所以對我來講 傳福音這件事情 好像是一個可以使人 從一個很絕望 然後來得到一個很大的一個 盼望的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這次不成功沒有關係 其實我也會害怕拒絕 我也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對對方沒有影響力 這一些拒絕我覺得是很正常 我一開始就把他認為這是很正常 為什麼呢 因為一開始有人跟我穿福音 我也都是這樣對他說的 沒關係 反正我很喜歡吃喝玩樂 我在換別的店家買東西 買水果 買菜買肉 反正我所有所愛買的東西 還有買家具 我通通都有認識的機會 對啊 所以傳福音不難 只要你肯開口 沒有什麼困難 所以不要害怕 所以加油 一起去傳福音吧 帶更多的人來我們的家 都在吃飯 就這樣 那是 我來嘛 我也來嘛 好 我來嘛 我來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